盘点江叶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27名 七念 十历五境巅峰级别 玄空寺讲经首作的大弟子 佛宗天下行走 被视为世间最接近佛的人 当他出现在世间人前时便是佛子 天起元年天降异象 七念因为恐惧而选择嚼舌入腹 从此便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修闭口禅 以修成身外明王不动法相 身心皆已成佛 十五年不说一句话 原文说他 一朝起唇 佛音必然清亮如雷 即便是强大的支手贯传人叶苏 都不想面对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宁缺与夏侯 雁鸣湖决战 七念潜入长安城欲杀宁缺 结果在雪林中被余连拦截 七念想要开启闭口禅 余连霸气表示 你若开口说话 我便在世间造十万哑巴 然后愣是在雪地中做了一夜 闭嘴不敢突出一个字 宁缺桑桑 烂科四之行 七念背弃和李曼曼的约定 在烂科四 企图布局杀掉被认定为 冥王之女的桑桑 仅仅是禅念一动 便又无上神威 就算是宁缺的元十三剑 也射他不中 宁缺和桑桑进入棋盘世界后 七念发动十六年 没有开过口的闭口禅 只说了一个极字 试图毁掉佛祖棋盘 但没有成功 不久又遭到君墨的暴揍 被大师兄以无惧神通 多次阻拦并重伤 书院灭西灵之战 君墨领导数百万农奴起义 一剑斩杀七念 七念虽然在全书中 不是在挨打 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被书院的大先生 二先生 三先生轮番教育 但占地定位始终是比较高的 并且还有知命巅峰境界兜底 尤其是他主秀的闭口禅 即便是叶苏和于莲 也不愿意正面面对 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二十六名 彭目利人 实力武境巅峰级别 境界为天启境 几乎可以确定是 江夜全书中最弱的天启境 原本是天狱院砍柴的清衣小司 数月前还不能修行 和金丈王庭的阿达的遭遇差不多 浩天降世 一场春雨让他不需要修行 就直接破了武镜 他被整个西陵看作是浩天给人间的礼物 在天狱大神官死后 成为新的西陵天狱大神官 彭目利人自己一直以来 也认为自己是天之子 在浩天信徒眼里 他才是真正的道门天才 无论是曾经的耶稣 还是传闻里的陈皮皮 都无法与这名青衣少年相提并论 西陵与书院第二次开战 横目率领十万大军在清河剿灭清唐人士 他认为此次有自己的参战 绝不会出现此前君莫兰西陵联军的状况 结果没成想横目利人 也被书院四位动玄境的先生 拦在了清霞之外 甚至在四位书院先生的联手之下受了伤 对于横目利人的横空出世 书院的先生们都抱着必死之心 即便后来宁缺来到清霞 四位书院先生也不认为宁缺有什么胜算 他们认为宁缺即便善战 也很难跨过于武镜这道门槛 宁缺与横目利人刚一见面 就开始展开肉搏 横目利人对天启的掌握度 远超宁缺的想象 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发动天启 宁缺感觉横目利人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魏光明和熊出没 甚至快要与那年长安城里的灌注差不多 后来宁缺仗着自己身体的某些不死神性 与横目利人患伤 最后一战中宁缺砍出了13782刀 而横目利人只拦住了3782刀 有整整一万刀落在了横目利人的身上 横目利人自此死去 横目利人和阿达定位一样 同为天之词 都有些设定强大 结果上虎头蛇尾的意思 是作者猫腻给男主宁缺打怪之路上 量身打造的经验包 盘点将夜前40高手排名 第25名龙庆 实力武镜巅峰级别 世间颜值第一的美男子 燕国皇子 早年间是西陵神殿光明之子 人物最终的境界为知命境巅峰 从书院登山室开始 就注定是宁缺的一生之敌 关键时刻 处处疏于宁缺 先是在荒原的破镜约定中疏于宁缺 被宁缺用原石三剑 一剑洞穿胸口 获得灌主的帮助 重铸体内契海雪山 并有机会入只手冠修行 其间用灰谋功法 吸取只手冠半截道人的一身功力 成功步入知命境界 从此学宁缺 把尊严踩在脚底 慢慢变得阴险 为获得战斗的胜利 不择手段 甚至学夜红鱼 埋金线于体内 烂科寺之前 在红莲寺 伏击前往瓦山烂科寺的宁缺 试图用灰谋 吸取宁缺的一身修为 却不料 饕贴大法是灰谋的祖宗 被宁缺的饕贴大法克制 宁缺反科为主 咬其脖子 及时血肉 而后宁缺入了知命境 与魔宗天下行走 唐叶红鱼等人 均有交手 均遭到对方的暴揍 后来与崇明太子策划 全奸大唐四千悬甲重旗 和大将军显直郎 此战也被视为是 第一次举世伐唐的导火索 贯主入长安之战 龙庆率领数千精锐驰援 在刚到长安城外时 被宁缺砍贯主那一刀的 鱼波波及再受重伤 回到神殿后 在桃山幽阁之中 用灰眼功法吸收囚犯的修为 实力直达知命巅峰 耶稣在南晋成立新教 贯主派龙庆去清剿剑阁和新教势力 并用天书沙字卷 破了四师兄的山河盘 使耶稣焚身十字架 人间第二次千里追逐战中 龙庆接助力慢慢随手一棒 虽然被打得很惨 但终究没死 书院灭西灵之战 龙庆带着数百堕落骑士 与不在状态的宁缺展开对决 宁缺承认龙庆死战的能力 在刚杀死的横目利人之上 而后两人在河边展开终极对决 龙庆又用灰眸功法 吸取了数百骑士的元气 眼看龙庆即将杀死宁缺时 宁缺于生死之间 突然顿悟了书院不弃义 用弓弦将其勒死 龙庆作为宁缺的一生之敌 在关键对决中 只给宁缺带来过麻烦 但从未赢过 甚至每次都给宁缺带来不少莫大机缘 实乃苦逼中的战斗机 进入纵路 请不提订 明镜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